此时的无声甚有声 炉石老玩家的评价是这样的 改成免费卖皮肤 382小时的玩家说 炉石停拂之后不可多得的替代品 也希望转免卖皮肤 没有太多的时间用电脑 请出个手机版 一千牌上线Steam已经有一个年头了 作为一款休闲类的自走戏游戏 它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虽然说它的评价是褒贬不一 但是差评最多的就是 EA付费正式免费加内购这件事情 或许是缺乏运营经验吧 不知道怎么回血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骚操作 不过从他们的更新日志当中呢 也可以看出制作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补偿 道歉 解释也都跟上来了 后续呢也有内容更新 平衡性调整 以及全员带病赶工 足以看出制作组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虚心接受错误 认真解决问题 不逃避 不过这已经跟我们无缘了 因为它要移植到手机端 目前在TAP也获得了9.5的成绩 废话不多说 我来介绍一下 正如上方所说 它是一款线上卡组购注游戏 这一类的卡牌游戏呢 是以随机性和强策略性而闻名 一线牌是八人一局 每次两人对决 不同的门派和职业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卡牌库 每个回合开始前 会随即获得数张卡牌和换牌的机会 我们把需要的卡牌进行顺序排列 不需要的则直接换掉 或者链化增加修为 修为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 可以突破境界 然后从随机的先命当中 选择一个供自己使用 开局之后呢 角色会按照你之前的卡牌顺序 组成招式进行对决 想要取得胜利 我们不仅要排列顺序 还要想着通过如何组合和搭配 才能发挥出卡牌的最大威力 也可升级卡牌来增加强度 除了PVP以外呢 还有单人模式闯关和剧情玩法 所以整体看来 一线牌手游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对于一线牌移植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